你说人可怜不可怜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恩师 卢金洪台长 我想看一下我的孩子 2015年输马 不要讲了 2015年输马 怎么搞的 又是个脑子问题啊 这里出问题了 是的 有一个大头鬼在他身上啊 眼睛很小 像两颗绿豆一样的 头上没头发 然后身体 头肿 他有没有 做梦 你有没有做梦 做到过什么淹死鬼啊 台长是这样的 我一刚开始念小房子的时候 梦见过他身上好像有两个头像显示 看见吗 看见吗 他说两个头像显示 就是在他身上的灵性 大家明白吗 好了 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给他已经念了一偶一千三百多张小房子 我想问一下 看收到了多少 还要多少 放生多少 一千三百张是吧 一千三百多张 不错 还算不错呢 还收到九百张了 谢谢台长 你有没有结缘一点啊 都没有 全部都是我自己念的 嗯 念的不错 嗯 台长 我想问一下 就是孩子 这个原因 这个 情况的话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是我自己的业障问题吗 我看看啊 几几年数什么 2015年数码 什么样导致的 啊 你钓过孩子 我自己的话 这个是 就是第一胎 你先生在不在这里啊 不在 不在的话 我就说实话了 啊 你跟你先生不在是吧 是的 空空扑扑也不在是吧 对 不在这里是吧 都不在 啊 我要对人家负责的 不能乱讲 啊 你跟你先生之前 谈过一个男的 听得懂吗 我自己 谈恋爱 不当心 有过 好好感毛病了 明白了吗 好好念经啊 好 老实一点呢 明白了吗 没有关系 好好把它超度掉就好了 明白了吗 但是台长 我问一下 我就写我自己的药经 这个可以超度吗 就写你的药经 怎么就好了 明白了吗 现在在他身上 你知道吗 这个孩子 我告诉你 很容易救的 比刚才那个好救 这个孩子 你好好跟他念经 灵性走掉了 他很快就好 现在这个孩子 其实也是站不动 也是像人家骨头软的一样 而且嘴巴里还经常乱叫 是的 是的 但是只要他的灵性走掉 他就不会再这样了 你一定要好好地帮他加持 就是给他不停地念大悲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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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